文章无忌驱港媒报道,日前刘鸾雄一家出现在香港铜锣湾牺牲广场,与一名女子因事发生冲突,也得路人机体为惯,刘鸾雄作为香港有头有脸的富豪,怎么会因一件小事和女子争吵呢? 原来是因为该女子玩手机撞到了刘鸾雄,而如今已是六十七岁的刘鸾雄,毫不客气的骂起了女子撞到你陪吗? 只见刘鸾雄虽然戴着口罩,但依旧是十分贩怒的样子,瞪大眼睛怒吼女子,妻子干比竟然也劝不住生气的刘鸾雄,两人就在商场里闹了起来,裙子少女也表示很无奈,毕竟是无心之事, 为官的人也纷纷议论,有钱了不起吗?提到刘鸾雄,她被称为香港最有故事的富豪,人们也不得不感叹那些与她发生过纠葛的女人们,她对女友出手挂挫,十个王子聪也比不上,红颜知己更是数不胜数 官职林,李嘉欣,蔡少芬都是她的前院,她更擅长挣钱,可以说是香港的一代风云人物,号称谷海肖雄,提到她的名字,对手的文丰反胆,也是香港正确史上的关键人物,她对等候自己三十多年的新任妻子兰比更是好的让全世界的女人都嫉妒 婚后不久,她以健康理由,将公司到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给了甘比,让甘比的身家暴涨超过五百亿,成为香港女首富,这绝对就是真爱了吧 对于现在的刘鸾雄,大家都说,她早已放下过往,也不再周旋于各个女人之间 如今指,像陪伴家人孩子,而那些与她有过一段往事的女新闻,提到她时,竟然没有一个说她的坏话,都是说她温柔体贴 李嘉欣说,她是个非常疼爱又细心的人,她什么时候都会留意和照顾你,亲力亲为的聚爱惜你 看来刘鸾雄不仅手笔大放,更是温柔的霸道总裁啊 曾经与大刘有过很长一段情感交合的关芝林也是这样说,不后悔,并不贪图她的钱 这段风流运势,也曾经一度被大街小巷议论,但对于刘鸾雄,关芝林却没有过多的诋毁 当然,刘鸾雄爱过的女人不计其数,死过的女人也很多 对于李立娟这种贪得无厌的女人,刘鸾雄更是不会包容 不仅发了断绝关系的声明,她更是坦言,已经给了二十亿了,不会再多了 看来刘鸾雄一直对冒犯她的女人都不讲情面 况且现在的刘鸾雄生活,更是注重家庭 也不知道大刘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 脾气也上涨了呢 作为公众人物,不分场合的对一个弱女子发火,你又是怎么看呢?